我朝着说中间再见 转上了她的双眼 再见是罪名三千 从红身回向再见 这风雨离花的声言之地究竟 1988年 朱石茂告诉老婆范旭霞 晚上我请朋友来家里吃饭 你整几个好菜 没想到朋友们上桌后 朱石茂傻眼了 朱石茂陈佩思 原来老婆只准备了三个菜 凉拌黄瓜 油炸花生米 粉肠 这让朱石茂的朋友都不敢下筷子 范旭霞以为朱石茂会发火 可朱石茂的做法 体现了一个优秀丈夫的高情商 朱石茂的老婆就是范旭霞 但是很早就离开了舞台 所以知道她的人并不多 两人一起在同一个话剧团 早在十多岁的时候就相恋了 并且感情一直都非常的稳定 后来还结婚有了一个儿子 可惜的是 孩子的身体一直都不好 至于后来范旭霞的淡初 也可能是为了照顾孩子 当时他们的孩子跑医院 那是经常的事情 朱石茂把妻子儿子送到了美国 有一次去探望 要走的时候 儿子青阳抱住他的腰说 你晚一天走好不好 你再待一天就一天 朱石茂心里也很难过 但他必须走了 就推开儿子上了车 这个时候 儿子站在门口还在喊 爸爸 要是飞机晚点 你就回来 你一定要回来 也因为孩子身体的雷弱 让朱石茂早早就把孩子送去了美国 他表示 那时候在国内找了各种医院 但是依然治不好自己的孩子 没办法之下 在朋友的建议下 把孩子送去了美国 因此 范旭霞也跟着过去美国照顾孩子 夫妻俩人去 少离多 长达有八年的时间 但是时间没有磨灭感情 婚姻家庭一直都很稳定 后来 经过了多年的努力 这才治好了孩子的病 但妻子却落下了抠门的习惯 好兄弟陈佩斯还一直蹭朱石茂的车 陈佩斯去朱石茂家里做客 吃完饭天都黑了 朱石茂把陈佩斯送出门 招手叫了一辆出租车 陈佩斯怎么也不肯上车 朱石茂急了 你咋不上车呢 陈佩斯嘿嘿一笑 我能走回去 真的走不动了 再坐车还能省点钱 朱石茂无可奈何 低声嘟囔着 这家伙真抠门 连两元钱的邮费也想省下来 陈佩斯却说 要说到抠门 这个习惯那可是我们家祖传的 你还不如你媳妇 朱石茂被说得一脸无语 因为妻子也确实扣门 有一次朋友们说来家里吃饭 朱石茂告诉老婆范旭霞 晚上我请朋友来家里吃饭 你整几个菜 没想到朋友们上桌后 朱石茂傻眼了 凉拌黄瓜 油炸花生米 粉肠 就是简简单单的三个菜 朋友们一坐下来 看到了这一幕 愣是不太好意思下筷子 范旭霞在朋友们走后 不好意思地看着朱石茂说 让你丢人了 老公 朱石茂的回复却很暖心 咱们不做饭 你能做到这样就很好了 范旭霞感动得不行 他说 我一定会好好改进 下次请他们吃真正的大餐 虽然妻子节约 但没想到 关键时刻也是这么节约的 比陈佩斯还扣门 因为孩子生病那些年 为了省下医疗费 就养成这个习惯 朱石茂非但不嫌弃 反而夸妻子能干贤惠 要是没有他这么节约 这个家真的很难度过困难时期 尤其是被封杀的那些年 陈佩斯和朱石茂 就把妖妈下属的 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 告上法庭 理由是 未经他们的允许 擅自出版了他们的 吃面条等八部作品的 VCD光盘 并且彩排现场的小品 也被录制了下来 这让陈佩斯觉得 如果光碟都记录了 以后谁还看他们的小品呢 所以两人一纸撞书递上去 索赔190万元 面对这么一笔巨款 电视台根本不想给 只能应诉 最终 陈佩斯和朱石茂 也就维护了自己的权利 他们赢了 获得了32万元的赔偿 可是事业却没了 收入也就没了 幸亏了 两人都有一个好妻子 陈佩斯的妻子 包下了一个山头种果树 朱石茂的妻子 就出去打工 省吃俭用的熬过了十几年 这才等到了后来的付出 迎来了好日子 所以如今再有钱 也不会铺张浪费 但是网友说 招待客人用了三个菜而已 确实少了一点 要是端上来的是白开水 那就真的说不过去了 不过人生大起大落 有着一个好老婆 真的是福气 就如木马人中的那样 老许 你要老婆不 要的话 我就给你送来 没想到 这浓眉大眼的朱石茂 戏里戏外 都找到了一个贤妻 真的是人生如戏 戏如人生啊 后来 妻子也学了不少厨艺 在朋友面前 再也不会只上三道菜了 朱石茂也经常一起帮忙做饭 夫妻俩之间 其乐融融 生活过得十分温馨 真的是很有福气的一对 你们有何看法 我们下期见